林志佳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在医院陪护林老师 我有一天晚上查房 看到你为林老师噎被子 你的目光完全没有办法对焦 一看就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但是你却像被吓到了指令一样 照顾家人都记在了心里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 这个家庭我很羡慕 这个姑娘一定是一个好姑娘 那时候 你天天跟林老师斗嘴 对我 也非常地不客气 但是这样的你 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在冰冷的病区里发光发热 我真的很难不关注到你 我记得那段时间 小杜听听说我 看见你就笑 我觉得我笑起来的样子 一定很傻 但我宁愿一直这样傻笑下去 我也想听天都看到你 再到后来 你为了我破了相 我那时候可着急了 我就在想 怎么办呢 只能以身相许了呗 可是后来我发现 你比我想这么多 你又这么地不开窍 我那个时候真的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很奇怪的是 你跟我想象中的女朋友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可是只要能够想到 能跟你一直走下去 就充满了期待 在医院里 因为生病 一个家 夫妻俩 散掉得特别多 小杨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招人嫉妒吗 因为他知道 你妈妈一辈子都不会抛弃他 那种理所当然 会觉得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他照顾他的满足感 我真的真的特别特别地羡慕 不是有句话说吗 年轻人常常把轰轰烈烈的爱情挂在嘴边 却抵不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父母 一个简单的并肩而行 我觉得说的就是林老师和李阿姨 工作 孩子 健康 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一帆风顺 但是我敢保证 无论好坏 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陪着你 要让你像林老师一样秘直气壮 理所当然 林志向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哪个破烂花想骗我一辈子 这不是情况紧急吗 还没买到戒指 我之后补给你一个 嫁给我好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哼哼 哼哼 余生证明 只给你最好看的风景 只给你我最大的偏心 只给你我最大的偏心 认真地说 我的女孩 我想让别人 我想让别人 是 林老师 李阿姨 这是我爸妈 爸妈 这是林老师 李阿姨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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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爸爸 顾妈妈 顾爸爸 小峰妈妈 你好 你看 我们也是刚知道 这个有点突然 也没好好地准备一份 见面礼 这也算是我们 长辈的一点心意 希望笑笑喜欢 谢谢阿姨 不客气 谢谢叔叔 不客气 笑笑爸爸妈妈 你看笑笑这个孩子 天真可爱的 我跟他爸爸 都很喜欢他 不过这个说到底啊 年纪还是有点小 我们的意思是呢 等他工作两年 让他们再相处相处 再考虑结婚的事 你们说呢 妈 笑笑 快给阿姨添点茶 好 不用不用 阿姨又给您倒点水 谢谢谢谢 对不起阿姨 没事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阿姨 对不起阿姨 没事没事 没事 你们看 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刚刚说的话 毕竟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这么短 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再相处相处比较好 妈 小谷 小谷 小谷爸爸 小谷妈妈 我们林智智晓 是还小 现在的确 也不够成熟 不过在某些方面 他又比我们做父母的更成熟 我们家这一年 发生了不少事 我跟他妈妈 都有些慌了 乱了 他反而没被这些事打倒 甚至还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 顶梁柱 这孩子 有不少缺点 但他有一个优点 很坚强 也很有韧劲 小时候学拉琴 吃了不少哭 有时候啊 还哭得稀里哗了 第二天咬咬牙 继续拉 从来不叫苦不含泪 他不算聪明 学东西也不快 但他就凭着这股 不认输 不放弃的韧劲 什么都能坚持下来 两个孩子真心相爱 我们做父母的 肯定是祝福他们 是吧 当然 婚姻生活 除了爱情 还有柴米油盐 两个人在一起 日子久了 激情难免会消退 不能坚持的 就离了散了 能坚持走下来的 就是一个家 家 得有人撑起来 才是一个完成的家 我不知道两个孩子 结合以后 会不会有磕磕绊绊 但是我相信啊 我们孝孝 一定能撑起一个家 林爸爸的话 很有道理 其实啊 我们做父母的 只要两个孩子 真心相爱 我们做父母的 哪有不支持 不祝福的呢 是吧 小姑 你们有自己的想法 今后的日子 也是你们自己过 原则上 只要你们自己 想清楚了 我们这些当长辈的 肯定也不会干涉的 对吧 只说 我们就这 笑笑一个女儿 我们不求她什么 疼她富贵 就只是希望她能 健康 平安 其实我和老林 挺舍不得女儿的 但是我们知道 什么叫少年 夫妻老来伴 对不对 以后的路还很长 阿姨就是希望你们 能商量着 扶持着 好好走 我明白 从前 我一直把笑笑 当作未来的妻子 一样对待 未来 我会尽我自己 最大的努力 给笑笑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们怎么都那么煽情啊 是啊 这不是好事吗 我看 干脆这样 今天啊 咱们就把结婚的日子 给定下来 对 对 当然了 你们不舍得笑笑 我们也理解 想多留留她在身边 也可以 明年嘛 明年的舞艺啊 国庆 这日子都挺好的 今年吧 这 那这样 正值她们俩的意见 怎么样 小郭啊 你说呢 我也想尽早地 娶她笑笑 尽早地成为她的家人 你们放心 一切会跟你以前一模一样 你们不是少了一个女儿 而是多了一个儿子 叔叔 阿姨 你们以后也够了一个女儿 好 这种人是不治 那改口叫亲家了 来 亲家 喝茶 来来来 喝喝方的茶都凉了 来来来 猪人也行不行了 美德乔 喝点茶吧 干嘛啊 这么严肃啊 我犹豫了很久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想毁婚了 我告诉你啊 门都没有 不可能的事 想都别想了 知道吗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林老师 她不希望我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有知情权 但是你答应我 听完之后 不要太过于激动 林老师的癌症已经严重了 已经转移到了干部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上次她花疗解除以后 你不是跟我说 你跟我说她已经好了吗 而且现在特别的好状态 她已经都没事了 怎么可能啊 夏耀 我知道 这很难让你接受 没有 我没有很难接受 我根本就不信 她已经没事了 夏耀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觉得没事了 就算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怎么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用去德国了 我可以带她去国外去 现在已经有 有一个胃癌感染医患者 她病情已经出现奇迹了呀 治好了 她一定没问题的 一定能治好的 晓晓 一定能治好的 晓晓 晓晓 干嘛 你 我不 我不想 晓晓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她的 我不想听她的 我不想听你说的 晓晓 晓晓是你的父亲 你是我的家人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可以比我更在意她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们所有人 都得处理同样的结论 手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建议保守治疗 请清她的痛苦 那她还有多久的时间 不到一年了 不到一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就要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我爸去死对吗 晓晓 保守治疗并不意味着放弃 林老师已经答应我 她会积极配合 我一定会尽力带她去治疗 监督她吃药 所以她才会这么反常 对吗 她才会答应我们结婚的事情 她才会听我跟你爸妈说好话 让我们尽快结婚 对吗 晓晓对不起 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我 你看看你什么表情啊 是不是不愿意陪我呀 爸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哎呀 躲到这个时候了 难道你要把时间都浪费 在哭哭啼啼啼上 你才满意 真是个孩子 你哭什么呢 我没哭 他在哪里 那你还能不 encont med 与你的儿子 那你觉得我 什么来说 你也不是想跟你说